Paris Daily 我很期待當她有一天接受了妹妹 跟妹妹一起玩 到我們要出門口 她不太在意你們去玩 爸爸媽媽你們出去 我跟妹妹去家 我們自己玩得很開心 我變了一種很放心的狀態 妹妹拿了一些書給她看 原來媽媽的肚子越來越大 到大了一定不會 樣子就可以生了 就像生你一樣 她一開始也是很期待 直到妹妹現在變了又愛又恨 她有時很喜歡過來親親妹妹 觀察一下 她都很有趣 學妹妹的聲音 有時會變得她都會有點羨慕 忍不住我會打一巴 我會慢慢教她 始終她在她的世界都是一個寶寶 有時是很有趣的 譬如說 你不能打妹妹了 你說了一大輪道理 她後來就不打妹妹了 沒有啊沒有啊 但是我做了另一件事 是引起我的注意 所以我要很小心地監控著我的兒子 以及不斷地跟她說道理 妹妹是家裡的一部份 她都是會是你很好的朋友 她會換你很長一段時間 甚至是長過爸爸媽媽 作為一個親人你要親住她 作為一個哥哥要照顧她 那要換說這件事 我覺得對她的成長都是好的 始終在這個社會 她是有這麼一分 那當然的擔心力 她的發展都會好的 沒有魚 我第一個兒子就為了半年 六個月 現在女兒都吃了快三個月 我的目標都是再餵三個月 到六個月 為什麼這麼執著呢 其實很多人都是吃奶粉大的 又不覺得有什麼太大的分別 可能是心理上的作用 或者我看一些文章 研究 覺得母乳有很多奶粉做不到的事 還有真的會量身定造的 不是說奶粉是幾個月到零至三 三至六分 它是每一天都可能不同一點 一開始的初遇是很珍貴的 是令到小朋友吸收到最重要的東西 然後它會慢慢變得淡一點 就算每一餐其實都不同 如果埋身胃的話 一開始會水份多一點 我的小朋友會解渴 因為他只是喝奶 沒得喝水 解渴 中段就會變成蛋白質會多一點 會營養多一點 到了最後 脂肪的比例會再高一點 令到他飽肚 所以其實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如果媽媽可以做到 我覺得是對小朋友一個很好的禮物 我可以做到的一件事 我可以做到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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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